大臣的群聚 尊敬的大會主席 尊敬的各位貴賓 尊敬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中華重新長的長主席 也是臺灣寶運眾的總召 在這邊 載入了各位從我85%的認識 不好意思 好像是多廣交散源 所以這次我們 大會主席交道 我們廣交散源 這是大哥講的 所以才會認識這麼多人 最近我們臺灣寶運眾 有兩個視頻可以出來 第一個 跟大陸有一個高階層 農業頓傳 這個裡面是由 台大農學院出面邀請 裡面參加的人有 大陸的農業部部長級的展位 還有一位神秘來賓 因為說 好像是不太便宜在外面 跟大家多認識 可是來成功之後 才能夠把他名字 把它暴露出來 如果各位對於農業方面 有什麼特別的見解 希望能夠提供出來 第二個 我們最近可能做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就是說 可能是在把臺灣好運動的 貴廣學會正式成立主要 準備成立大會 立即時間 差不多兩個半月 這是我們目前重結兩個項目 希望各位支持 臺灣好來表示我們大家好 對不對 對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再介紹一個 今天貴賓 我們的王秘書長 他今天率領幾個大牢 這個奶奶幾個 趕起來給他鼓掌一下 我們健保連見 超市民之一 王秘書長 今天他就給他三幾個大牢到這裡 我們接著呢 請我們這個大隊長 給我們講幾句話 好 鼓掌幾句話 給他掌聲一下 趙委主席 敬愛的林峰先生 陳寧的聖腰 有機會參加這個社會 醫生是維護人體的健康 警察是維護社會的健康 各位在座的 你們為了我們的政治 為了我們國家潛逐在努力 這維護政治 特別是維護國家 我用說全國民眾的健康 為自己鼓掌 鼓掌一下 剛剛聽了兩位前輩 談到醫學 我本人是全國西藥工會的名譽 顧問 提供一個參考 衛生部做不到的服務 要什麼不做到 他們把每個月 慢性處犯簽 要病人到醫院去領 要排隊 要很麻煩 年紀大了 就其實不方便 他們讓全國的西藥店 結合起來 成一個協會 然後就 藥局社區化 在我這個社區 我這個藥店 周邊的這些病人 賣去薯飯店拿來 我就把他輸入電腦 時間快到了 我就提醒你 下一個的概念要領藥 因為我們年紀大 容易失憶 容易換肌 吃藥都多得換肌 那去了之後 他把你看 你要吃了多少 剩了多少 剩下的藥 他就可以回收 或者就可以補 我們台灣健保 浪費泰國錢 很多難性處犯 要臉都不夠丟了 看完病 心得到阿伯也要臉丟了 所以我們美鳳先生 一直在鼓勵 免費健保 免費養 真的有前三期 有遠三期 鼓勵一下 感謝 如果我們中醫 也能夠嘲罪方面 中醫社區化 我們很多中醫的藥店 也可以到社區內 就像我們大學開放的社區大學 不像光臨學的奶 會裸到我們出去 到我們租家 這個中醫店的附近 到家裡去問 幫他把把脈 幫他看一下 挺好的一點 保養 現在重視保養 預防中午治療 大陸現在在推動 養生 我們台灣 這個的題目 應該可以印得上 剛才講的那些 中醫的請問們 所講的 我想我們應該的 都能接受 那這個感覺好像 好像好高聲 多接觸 多了解 就可以 為了我們的健康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我們教隊長 能夠講這麼樣 其實喔 健保的醫藥 現在台灣人 一般人都這樣 我跟你講 我每次繳健保會 但是辦 慢性處方天 能夠拿多少吃多少 沒有病也想吃一吃的 吃一個心理安慰 所以他今天 算是這個 我們的指導長官 能夠講出 匯苦之言 暫時給他鼓掌一下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接著呢 十五分鐘的時間 給各位貴賓 來發問一下 台上這幾位都可以 你們要有什麼問題 提出來發問 好 稍等一下 好 前面有麥克風 直接問 各位專家 請問一下